世界上最诡异的十座医院离奇失踪的一千五百人,原因何在? 为什么会被称为痴人魔窟? 而第一名的医院想要进入必须要千生死状又是因为什么呢?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就和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些医院的诡异之处,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张仪医院 新加坡面积不大,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诡异传说,而在这些传说里,张仪医院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张仪医院的前身是英国皇家空军医院,二战期间,这里变成了战俘营,很多战俘在这被折磨,神秘和恐怖的传说就此开始 据说,工作人员经常能听到奇怪的声音,尤其是在夜晚,若隐若现的哭嚎声涌入脑海,挥之不去 后来甚至屡屡看到浑身是血的恐怖人影 而闹鬼最厉害的地方,当属太平间和酷刑市,那间臭名昭著的酷刑市,至今仍被红白塑料带围着,提醒大家避开这个是非之地 面对传闻,院方最终在1997年将医院迁移,但医院虽关,传奇却未停止 据说,曾有四位中学生晚上潜入这里,最终两名女生下的中途退出,剩下坚持的两名男生全都下场凄惨,甚至还有人因此失去生命 而另一个离奇事件则来自一张照片,一个男生在医院里拍照留念,但照片出来后,旁边的窗户里,却有一个诡异的女子身影,死死地盯着她,异常恐怖 2010年,还以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幽灵章仪》,让医院的恐怖之名更加远播 章仪医院虽然诡异,但和下面这个医院比起来,显然还不够看,据说下面这个医院曾有1500人离奇失踪 第九名,霍福林医院 在莫斯科北部的高速公路边,有一座未完工的大型建筑,至今仍是当地居民的噩梦,围绕着她 有太多的传说和秘密 1980年初,霍福林医院开始动工,计划建成莫斯科规模最大的医院 可五年后,医院突然宣布停工,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资金不足且低基下限 但民间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传说当时工人施工时,只要往下一钻就会有水冒出,从慢慢渗变成喷泉 而且水还是暗红色的,犹如鲜血 从空中俯看,霍福林医院就像一颗六角星和游戏生化危机的标志十分相似 而这也引出了另一个传说,医院只是掩人耳目用的 其真实身份是苏联研究生化武器的实验基地 地下的一个巨大太平间就是给军方做实验提供尸体的 这些充满阴森气息的传言,是真是假,我们无法考究 但不可否认的是,几十年来,霍福林医院并没有挽救多少生命 跟这栋建筑相关联的权势杀戮 根据当地报告,在霍福林医院里,每年都会发生失踪、暴力、邪教祭奠等事件 据统计,曾有1500人在这座未完工的建筑物中失踪 其中800人是从高处坠落 如此庞大的数字,仅仅一句意外和巧合,似乎是说不通的 第八名,昆池岩精神病院 韩国昆池岩精神病院位于京畿道昆池岩役 根据他拍摄的恐怖片《鬼病院》灵异直播,据说能把人吓哭 这间精神病院1992年开业 但仅仅三年后就被迫关闭,之后就开始出现许多灵异传闻 2012年与日本青木园森林同时被评为世界七大恐怖禁地 据传说,医院开业不久,就有精神病人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去往了极乐世界 而根据医护人员介绍,他们时常在半夜听到恐怖的叫声 但前去查看又一无所获 一开始他们都以为是病人在乱叫 但查验每一个房间之后依然没有发现一场 医院破产后,院长就以身谢罪了 有人爆料,院长在医院时经常利用病人做人体试验 这才导致了那些精神病人的悲剧 而在医院荒废后,经常有探险者来这里探险 根据探险者的描述 他们在进入医院的二一三房间时,发现这个房间门没有把守 门也打不开,但里面却会传来奇怪的叫声 而且来过这个房间的人,后来也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人世 虽然警方用铁栅栏将医院封了起来,但却让这里变得更加的神秘 第七名,贝特莱姆丰人院 在英国伦敦,曾有一座欧洲最古老的精神病院 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它就是贝特莱姆 该院成立于1247年,是英国第一家精神病院 直到15世纪,贝特莱姆依旧是整个欧洲唯一一家处理被社会拒绝的人的机构 提起贝特莱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臭名昭著的历史 在那里到处充斥着哭喊,尖叫,咒骂声 对那里的疯子而言,鞭打和锁烤是家常便饭 而所谓的治疗手段就是肉体折磨 如用镣铐和紧身衣来禁锢患者的身体 以使病人安静,或者强迫病人服用泄药 通过呕吐和通便来达到净化躯体的效果 或是将病人安置在转速每分钟100转以上的转以上 去除病人偏执观念 甚至,他们还会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 被公开示众,只需花上一遍时 游客便可从疯疯癫癫的病人身上寻得开心 有时为了看好戏,游客还带着棍棒 故意激怒他们,让人分不清到底谁才是疯子 第六名,特兰奎尔疗养院 特兰奎尔疗养院建于1907年,位于加拿大BC省 最初建立时,是用于治疗患有结合病的病人 在1958年关闭一年后重新开放,却变成了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地方 直到1983年,他才被彻底关闭 而遭到废弃的疗养院,却成了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随着参观者越来越多的爆料 这里逐渐变成了一座神秘之地 进入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诡异气氛 让人极度不适 而更让人不解的是,在疗养院的底下 居然发现了错综复杂的隧道 至于当时的作用,至今不得而知 有很多人都声称在疗养院的六楼和八楼 看到过一位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哭泣 有些人则反映听到了孩子玩耍的声音 去探险的人群 还说看到窗户边可怕的人脸轮廓 听到了孩子的哭泣声 更可怕的是,还看到小孩的眼珠子在空中漂浮 随着灵异之名越来越响 一家公司直接将这里改造成了恐怖密室 并举办了一场名为逃离的活动 试想一想,置身于如此诡异的环境 玩着如此紧张刺激的游戏 绝对是一场难忘之旅 第五名,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 在马来西亚西北部有一座历史名城 冰城,但与它的历史同样悠久的 还有恐怖的灵异传闻 而爱德华七世国王医院就是一个经典代表 这家医院成立于1915年,历经二战洗礼 最后成为了州立博物馆和美术馆 但厚重的历史却滋生了一些离奇传说 据说,在宿舍旁的一栋房子里 有一家五口受到战争的迫害 至今,他们的灵魂依然在附近游荡 以至于每当夜晚降临 宿舍旁的一座鞦签都会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自动摇晃,非常诡异 仿佛有个孩子在上面玩耍一般 除此之外,有工作人员在例行检查时 发现了鬼魅一般的长发女子身影 也曾经看过有白布到处飘荡 而这些素材也成了恐怖电影的拍摄灵感 2014年,这里就举办了一场 两天一夜探险留宿活动 活动开始前,所有人都必须先到一间小黑屋 观看监控拍摄到的灵异事件 如漂浮的白影,椅子自行移动 锁好的门自动打开等诡异现象 据报道,活动期间 曾有挑战者被不明物体骚扰 场面一度极为混乱 从那之后,这项活动每年都会举办一至两次 且常常爆满 第四名,西营盘精神病院 西营盘精神病院是香港比较有名的古建筑 但是这里出名并不是因为古老 而是盛传的闹鬼传说 在七十年代,很多人在经过这里时 都会听到里面传出一些惨叫声 但当时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那么声音从何而来呢 当大家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 又发生了一些怪事 政府在拆除它的过程中 东西倒塌,施工意外 工具离奇失踪层出不穷 虽然最终还是拆掉了 但外墙和走廊却保留了下来 理由是这部分被列为古董 这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据说这部分是整座建筑物 阴气最重的,很难拆除 甚至有不少电影 为了营造恐怖气氛 都到这里来取景 而它的身上之所以会产生这些传说 是因为这里曾是日军的刑场 冤魂无数 之后又成为了精神病院 所以闹鬼的传闻 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据进入过的人回忆 当踏入这座建筑时 一股阴森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幽暗的走廊里 似乎回荡着若有若无的声音 让人不禁心跳加速 有机会不妨去探访一二 第三名 圣伊丽莎白医院 精神病院 由于其特殊性 往往会成为恐怖电影的常客 但和恐怖情节比起来 早期的精神病院 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臭名昭著的 莫过于是美国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一所收藏着1400个大脑标本 超过10万张大脑切片的痴人魔窟 这座建于1855年的医院 初中是为了治疗那些 患了精神疾病的士兵 后来由于财政状况恶化 挖掘出了一条生财之路 接受那些没有患上精神疾病的人 尝到甜头之后 他更是彻底放飞自我 开始接受一些权贵的委托 之后他就彻底沦为了一个魔窟 但相比于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 更恐怖的是他的医疗服务 放血疗法和电击疗法都算是小儿科 狠一点的就把人浸泡在热水中 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不等 长时间的浸泡 甚至导致被治疗者身体溃烂 而医院则美其名曰水疗 不过水疗也不是医院的招牌项目 最为恐怖的还是脑部额前液切除手术 用一个铁锥从患者的上眼窝刺入 接着摇动铁锥就可切除额前液 一旦被施加了这种治疗 轻则丧失感知能力 重则瘫痪在床 甚至变成植物人 据说 他还帮助美国政府 从事不人道的人体试验 从而获取实验数据 时至今日 满地的医疗垃圾和那些尚未清理的血迹 似乎还在控诉着一切 第二名 台南杏林医院 台南杏林医院虽然号称台湾最大的鬼屋 但刚刚建成时 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医院 当地居民生病后都会到这里看病 但随着发生闹鬼事件后 就没有人敢去医院里面看病了 之后又因为劳保问题停业 然后就一直废弃至今 据说 一到晚上 医院里面的阴气比较重 就会发生闹鬼事件 曾经还有网友组团去试谈 没想到才跨进去就各个头晕目眩 还看到白衣阿伯和长发女子 不到十分钟便落荒而逃 现在 这座七层楼高的建筑 由于没有人管理 里面凌乱不堪 门口到处飘散着明纸和烧过的纸钱 被网友形容为台湾最大的鬼屋 而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电影导演也看上了这里 在2020年 惊悚恐怖电影 杏林医院再次拍摄 也许是有了真实恐怖气氛的加持 电影上映后收获了不错的业绩 台南杏林医院虽然恐怖 但也只是台湾最大的鬼屋 但下面这个却号称是全世界最恐怖的 想要进入必须要千生死状 第一名 慈吉综合医院 鬼屋 作为一种新的游玩方式 很多人都体验过 可你听说过要千生死状的鬼屋吗 而它就是号称世界上最恐怖医院的 慈吉综合医院 它的玩法很独特 不设定路线 而是让两人结伴入内 随意游走并寻找出口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逼真的演技能瞬间把你带入情境 他们还精心还原了恐怖场景 空气中甚至会有尸体的味道 那些铺满地板的鲜血 还有零散的尸体和装满着器官的容器 每一个都在冲击着你的眼球 而真正恐怖的却不是鬼屋的布置 而是这家医院的历史 位于富士山下的慈吉综合医院 原本是个很大的医院 但后来工作人员动了歪脑筋 开始随便给患者开药手术 趁机拿走他们的新鲜内脏出售 然后把尸体装在大木桶里 因为这样的患者越来越多 医院开始发生灵异事件 传说就是那些患者的影子 对医院的医生进行的报复 随着灵异事件越来越多 医院最后也被废弃了 这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医院 进去之前需要千免则声明 如果你天生胆大 不妨去慈吉综合医院闯一闯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已经让你瑟瑟发抖了 那你还知道哪些诡异的医院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因为我可以认识的 你如果想说 我怕你必须 可以认识的